给我生个儿子 少主 到底怎么回事 陈清前一日 我收到一封信 据说是刘盈与老爷密谋的信件 能证明老爷是害死我父亲的罪魁祸首 我为了求证 让你领我去老爷书房对比自己 没想到果真一样 我虽怀疑老爷 但我更信不过给我信的人 你是如何看出来的 能将我置于水火之中 必不是同盟 不过是想利用我达到目的罢了 报仇血恨不及于一朝一夕 损滴一千 自伤八百 也不是高明的手法 若当真老爷是害死我父亲的人 我大可慢慢想法子对付他 何必去冒这个险呢 于是我将计就计 把信给了老爷 而老爷也很快为我大医解惑了 这信是从哪里留来的 一个谋命人给我的 不知孙大人做何解释 你心中早已有了答案 又何须问我 孙大人说的是 我心里确实有了答案 但尚有一律 所以想听听大人高见 先说说你的看法 其一 孙大人与刘盈本在同初任职 若有命令大可当面告知 何必写信留下证据 其二 孙大人惯用淑轩 这样的宣职弹皮较多 任性较强 价格昂贵 而大人手中的宣职 是玉板宣 虽也价格不菲 但色白坚厚 与淑轩大相径庭 一个人的习惯难以改变 换纸不换字的做法 欲盖弥彰 所以我断言它是假的 明知是假的 依旧向我求证 想必还有别的事吧 少春想请大人同我演一场戏 抓住幕后真凶 毕竟您是玉楼的父亲 明日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既是一家人 就应当风雨同舟 同进同退 好啊你 既然连我都瞒着 没告诉第三个人 是为了避免前外生枝 嫂子还误会妹妹了 真是该死 事发突然 咱们都为老爷担忧 会有严心顾忌之处 还望妹妹提亮 朱无忌 我问你 指使你的人是谁 我并不是什么朱无忌 朱无忌 朱无忌早已被我杀了 你们也不必追问 谁在我背后指使 我收人钱财 与人消灾 这一切 这一切皆是我一人所为 即使谁跟咱们孙家 有这么大的过激 这种事情有一次 未必没有下一次啊 看来我以后 得更多加练习武功才是 那这往后的日子 可怎么过呀 我们在明 人家在暗 整治提心吊胆 这也不是唐九的方啊 是啊 这娘子说得对啊 这还了得 这种事情我们 行了 老一次有法子 大家少安勿躁吧 老爷 说 他给了你多少封口钱 一万两 如此 我便能查出幕后真凶了 对啊 一万两不是小数目 无论是银票还是现银 都必须经过钱庄 而京城的钱庄就那么几家 老爷 这件事交给儿子去办吧 好 大家都尝尝 馅儿 你尝 还热乎着呢 快谢谢太太 谢谢太太 老爷 这个 谢谢父亲 好甜呢 甜就对了 咱们家最近危机重重 一日也不让人省心 眼相刚迈过一个坎儿 但愿今后的日子 平安顺遂 玉龙媳妇此时功不可没 若不是她聪慧 我这回子恐怕身在黄泉路上 老爷你瞎说什么呢 你瞎说 说吧 老爷 老爷 你这话说得多不吉祥呀 是吧 太太 就是 这要我说呀 这四奶奶就是咱们家的福星 往后只要重安其心 这日子定会越过越好呢 老爷多福多寿 就算没有媳妇 老爷也能化险为一的 玉龙真是娶了个好媳妇 我得是做个不好的事啊 你媳妇给你长脸啊 怪到你这么得意呢 不过咱家人多 琐事也多 今后少不得玉龙媳妇 并几位嫂子一同打理 那感情好啊 新来的妹妹半事欲贴 有她在 咱女生的担子轻不少 我早就说过 林姑娘是好的 咱们啊 要多向人家学习才是 如今瞧 还真叫我说中了 妹妹能者多劳 以后这家业啊 全靠妹妹扶持了 都是一家人 断没有靠谁之说 家业兴旺也不单凭我一人 还需大家齐心协力 才能保存家百年昌盛 是是是 妹妹说得句句在理 金阁最近在忙什么呢 三爷她正闭门思过呢 上回那事扫得没脸见人 说愧对于老爷太太 这会儿子把自己锁在房里 正勤学苦读呢 知道自行 也算是小有掌精 回头啊 拿些糕点送到她房里去 是 谢谢老爷 我原是按照想福的 没想到一进门 又遇上这么大的事 瞧你说的委屈 我真是心疼得紧 老爷假装中毒那天 你怎么那么冷静啊 我原本还担心 你会一时冲动 做出什么糊涂似的 还不是你教我的 你说浴室要先冷静 心定了 才能想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你把我的每一句话 都记在心里啊 何止是每一句话 你的每一道演播 每一个笑 我都记在心里呢 家里凡文竹皆多 我实在怕你太辛苦 你若觉得不习惯 大可不必须从 做你的自己就好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 我又有什么不愿意为你让步的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一起面对 好啊 眼下就有一件事情 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 什么 给我生个儿子 感谢你